请给我点壮阔的BGM 今天我们是第三次来分享我们的拼贴作品啦 不知不觉的也来到这儿了 谢谢一路上美好的设计师们的美好作品 这一回是轮到了我个人很喜欢 而且多次提到的马路口小画室啦 够起来 马路口小画室的作品拼贴第一发 我们使用的是纸胶袋 咖啡与小猫 还有从一杯文具店购买的贴纸 咖啡小猫真的第一眼就是萌到我们的眼啊 对啊而且你看喔 它这边有小猫咪啊 它很忙碌的在倒咖啡 那有些人还很忙碌的 假装自己是个点心 非常可爱 真的是very可爱 我自己的话呢 我是最喜欢那个 我自己设计的丢咖啡的小肉掌 在右边 对 对 丢咖啡的小肉掌 其实这一卷咖啡系列就是真的很适合搭一些比如说英文字卡 或是棕色系的物件 那种悠闲午后大家一起淋咖啡的情感就出来了 而且虽然说我其实平常不怎么爱喝咖啡的 做完这个作品之后啊 我就有一点点想说 是不是要买杯咖啡来喝 然后搭配一些抽点心 没错 我在拍摄这一系列照片的时候啊 也正好是午后 我觉得搭配一些暖洋 就是忍不住赞叹这一个情境啊 继续来看到的是第二发 那这一组拼贴里面呢 我们使用到的材料有 Maluko小画室的PT招带 花中精灵 以及纸招带 四季童话 秋天的睡美人 还有其他是朋友分送的一些项目 我们拉一拉拉在这里看 拉一拉 我们是运用了一个粉嫩色系的指甲带来撕贴 成一个像山坡一样的步道 那上面呢再放一些花中精灵 就感觉好像是说 就连肢体不太乞讨的我 都可以和这个精灵一样 跳得很好 真的可以去动起来 我真的还蛮喜欢你这个花丛步道的概念 它呢其实整个还蛮不强系的 但是它又把花朵跟女孩们一起衬托出来 融为一体 那其实这个作品里面的主要元素 花中 它让我想到了美女与野兽 好像就是要保护着很珍贵的花朵一样 真的是还没有这种氛围的 那我们再搭上前阵子的四季秋 根本是合拍的不行啊 那旁边还有一些可爱的小顾叠在这边 飞舞 就觉得它这个作品好像更生动了一点点 蝴蝶跟精灵们呢 就可以这样子一起互动啊 我自己个人呢 也是最喜欢这一卷呈现出来的效果 这个呢就是主题明确啊 而且素材之间的互动感很强 那我拍这系列的时候 也搭配了羊毛撒下的感觉 喔 觉得好有feu啊 好 我们再来看的是 马鲁虎系列的拼贴 第三发 这个作品我们使用到的素材有 纸胶带 小动物面包房 还有一般书店购买的素材纸 还有文具控朋友菲比和券瓶交换过来的素材 我原本呢是希望可以把这个烘焙系列和前面的咖啡系列做成一张来拼贴 但是因为这个面包花啊 它实在是太可爱了 我觉得它们很需要被当成主角一样的对待 它们要抱团自己拼一张弹系 因为必须要说 分享面包的小烘焙师们也太可爱了 它们每个人都推荐你一款面包 高一点很想吃 还有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面包花 你看喔 各种不同的面包 组成的面包花在这里 就像花丛一样 里面还有小动物在这边捧着面包 希望你来品尝一下 感觉就很热情又很特别 这系列真的是非常适合搭配一些复古色系的素材啊 所以我们就是有选用一些蕾丝纸 正好可以作为这个 主视觉的中心 那小动物们它们这么的认真 这么热切的看着你 想要推荐给你吃面包 怎么可以不来一块呢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文具人格的作品拼贴分享 使用到的材料呢 有PET胶带 相光记事 纸胶带呢 是碎片砍件 以及和文具控朋友们分到的一些纸胶带 还有贴纸 那我们这个作品啊 可以说是一边在探索着远方 或者是一边回放过去的记忆 它们可以互相符明 那我们再看到这一边啊 你可以说这些纸胶带 它是用胶卷方式来呈现的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记忆的回放 或是当成是砖瓦的堆叠 以上是在累积你自己个人的一些经历的一个样态 那总编的少女呢 你也可以想像她是在回放那些前面的记忆啊 或者是呢 她正向着远方持续的走下去 我过去购买到的 类似像胶卷这样的纸胶带作品啊 它会比较大一点点 它如果直接这样拉成一条的话 它就是个主角 可是这个它尺寸比较小 就感觉很适合当成配角的搭配 但是呢 它不像主角 可是你又想为它聚焦 前面就为人心写的 我只能闻啊 我叫醒 谢谢你 那最后一个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个拼贴的小卡片 那我们所使用到的材料有 文具人格的PET膠带 拆解拼凑 以及乐意的橘子花还有芸香 我第一眼看到这一卷拆解拼凑 我就觉得 应该要放在黑色的拼贴卡上面使用 没错 虽然它的图样啊 并不是那么的规律 但是这样摆上去 正好就增添了非常多的风格 而且 我们可以自行想象 那那个时候 我想说既然它已经是白色的底了 那不如搭配白色的花吧 我就想到说 乐意刚好有出白色的枝子花 以及先前我们在芸香里面有看到 也是有这种淡绿叶的小白花 看起来就很适合放在这上面 对我们希望它们展现出来 就是它们的俐落跟时尚感 还有简约感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整体 白跟黑这样的对比看起来 就非常的和谐 可以说这张纸上面呢 它就只有 黑白绿的颜色在上面而已 很简单 对它看起来就是 我觉得非常的平和 然后我自己个人喜欢 简单 时尚 非常完美 自己讲 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觉得我脸都很好看 而且它又很像月饼 它真的很像月饼 它真的很像月饼耶 到底是有多想吃月饼啊 周初姐还没到 可是我不喜欢吃月饼 你会觉得它很像 我不喜欢吃任何传统的那个月饼 帮你说也不行吗 我不行 我行 我可以 我喜欢 你吃了 我的 好 喝 在构思如何拼贴的时候呢 都能感受到设计师的用心 还有作品的意向 我们也会保留每次拼贴的过程 并享受每次可以拼贴的时刻 拼贴的时候呢 准备好航向下一个航道啦 好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的话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想要看更多的拼贴 请到我们的IG观赏哟 好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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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